下一代的iPhone 如无意外 将会在9月和大家见面 根据彭博方面的消息 Apple在下星期的开发者大会 将会发表新的iOS 16 很可能会加入和iPhone 14系列 功能上的相关资讯 彭博科技编辑特别讲到 Apple将会在锁定界面 落多点功夫 新加入类似Home Widget的卡片界面 而这些卡片 将会适用于Always On 即是常量屏幕显示 换言之 即使在iPhone上锁后 这些卡片上的资讯 也可以连同时间、通知等等 长时间显示在屏幕上 它有预测iPhone 14系列 4个机型里面 只有较高阶的iPhone 14 Pro 和14 Pro Max 才能得到Always On功能 因为这两个型号 将会使用更高阶 可以调节显示频率的屏幕 就算是长期着着 仍然可以大大减少电力消耗 好 好 谢谢观看